正前政府採訪 為六月初期開始 競技組團去中國路由 已經家庭的路客 可以由業者 協助專團 也許退職 但是現在是所團出有民眾要求 退職 要求貸職 也許退消 專區其他地點路由 觀光書表示 路客可以拿出新書 六月初開始入行者競技組團 前往中國路由 但是團出 有已經付競技路客 讓業者 退消 專門其他地點 不願意直接退職 申請社會求婚 對這件事 觀光書卻無了解是等於個案 為了保障社會這麼的環境 如果有路客到路行者不願意介入 或是公佈參加其他國家的路行團 都會讓他們協助 他可以跟我們數 也可以跟平保 那如果最終你不選擇其他國家 你也不想就是主團去大陸 因為你不能參傳去大陸 那你那你就是退廢 路行官會表示 對政府的政策 業者只能夠配合 團出揪手無願意退彙的個案 影響到團體的名聲 也正大陸的業者是對已經負責金 無願意轉翁其他地方的人客 大陸是用台店機票和飯店 銷售自由行購物 結果是協助路客 接合對方路行業者 路地點後接著參加當地路行者的行程 當地的地界是來承接 我這邊只有幫你代辦 這些手續跟機票的部分而已 那就是大概是有這樣的狀況 政府不要逼著人民去走灰色的地帶 模糊不清 發生的狀況大家都不好 業者萬賺兩方的商務交流 交友團體的自由行業都沒有太多 只有路行團不能出團 就怕到每個都專屬地下出團 來營運政府的政策 對路行業者的部分 觀光數時回應 政府繼續以後對定完結 來推動揮鋒兩方的團體路由 以後代表方面願意捨出嫌疑 不拜託提早對金團令進行適當的條件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